2023年3月6日老师的分享 天堂不需要用道钱 他出生在新泽西州 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平民家庭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今年76岁 和妻子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一趟 一个起居室的出租屋里 他从来没有穿过名牌衣服 戴着一副破旧的眼镜 他一戴的手表也是从地摊上买来的 他不爱美食 最喜欢的是价格低廉的烤奶酪和番茄三明治 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 外出通常都是乘坐公共汽车 他用的公文包是个布袋 另外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小酒馆坐坐 他一定会仔细核对账单 如果你住在他家里 睡觉前他一定提醒你把灯关了 你一定很奇怪 一个贫穷而吝啬的美国老头 有什么好说的 就让我们看看他都做了 哪些是吧 他曾为康乃尔大学 捐了5.88亿美元 为加州大学捐了1.25亿美元 为史丹福大学捐了6000万美元 他曾投入10亿美元 为改造新建爱尔兰的七所大学和 北爱尔兰的两所大学 他曾设立微小行动慈善基金 为发展中国家的纯练儿童做手术 提供医疗费 他曾为控制非洲的瘟疫和 疾病投入巨额资金 迄今为止 他已经捐出40亿美元 还有40亿美元等待捐献 他就是对极吝啬对人大方 喜欢努力挣钱 却又不喜欢拥有钱的 查克费尼查克菲尼 查克费尼形式低调 是那种刻意匿名的隐世型慈善家 他创立了拥有80亿美元的 大西洋慈善基金会 为了避开美国法律关于 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这个基金会到远离美国本土 百慕大群岛去注册 基金会的名字没有使用查克 费尼或与他相关的人的名字 他甚至要求基金会的员工 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 根据他的可可要求 接受捐赠的机构 甚至不能为他 放置一块名牌 捐赠的受益者大多不知道资金的来源 执行者必须签订保密协议 若向外界透露有关消息 资助将停止 直到1997年 查克费尼免税购物连锁店 被法国奢侈品 去投伯纳德·阿诺尔特收购 公众才知道 费尼在该公司的股份 以移交给大西洋慈善基金会 他捐赠的数额 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 洛克菲勒等家族设立 鼎鼎大名的基金会 多年来他为人低调 行善一支隐姓埋名 全款全部匿名 就连他亲自创建的高达80亿的 大西洋慈善基金 也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当这事被人们发现后 真是让全世界都震惊了 此后 继续隐姓埋名已无法实现 但查克费尼及西洋慈善基金会 仍然尽量低调 比如 不专门发布捐助消息 拒绝设立各式名牌 资助建设的大楼 不能用他的名字命名 据说这样可以吸引 其他希望获得冠名权的慈善家 与菲尼合作 菲尼说 谁建起楼房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楼房能建起来 他称自己是个 衣衫蓝绿的慈善家 他的节俭确实令人惊讶 菲尼出资建设了无数大楼 他曾在法国旅游圣地 英国伦敦高级住宅区和 纽约公园大道等地拥有 六栋豪华住宅 但如今 一处都没留下 菲尼靠销售免税名牌商品累积起 近百亿美元的财富 但他从不穿 名牌服装 在一些正式场合 他戴着一副破旧的眼镜 那是他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 饮食十分平民化 他说 你可以上高档餐馆 一顿饭吃掉一百美元 但是 吃那种二十五美元的饭 也能让我满意 菲尼共有五个孩子 这些儿女没有得到特别恩宠 和多少财产 在假期时 他们需要到宾馆 饭店和超级市场打工 女儿十几岁时 有一段时间曾与好朋友一 其打了不少长途电话 父亲收到长长的话费账单后 立刻切断了自家的电话 并贴出了一张本事地图 上面标有附近地区的公用电话 接着 他还将账单送到那女孩的父亲那里 女儿当时觉得很尴尬 但他后来觉得 父亲这样做很正确 对于菲尼隐姓埋名的疏散家财 此女们也很赞成 这有些奇怪 但他这样做 接受捐赠的人不必特殊对待我们 而女们认为 这让我们与正常人无异 在大西洋慈善会里 理事会的记录上 留下了菲尼的一段话 我认为 除非富人们在一生中 用财富来帮助做有意义的事 要不然他们无形中给未来的 一代制造了不少麻烦 与喧嚣的商业世界相比 这位商业超人的安宁 显得如此独特 而待人寻味 菲尼的诸多慈善项目中 有一个叫微笑行动 主要资助发展 中国家纯列儿童 接受整形手术 有一次 他在医术后诊室里 见到了一名准备接受手术的女孩 女孩用手掩着嘴 掩饰不住激动与期望 做完手术后 他微笑着 似乎在说 我现在再也不是 你们以前看到的 那个丑样子了 菲尼说 他在这样的时刻 才会觉得财富是有价值的 还有一次 在一家餐馆里 一名男子走过来对菲尼说 您知道 我接受过您的奖学金 我现在是这家餐饮 连锁店的总经理 这让菲尼很高兴 菲尼能说流利的法语和日语 喜欢到世界各地转转 自主选择慈善项目 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捐赠范围 早就超越了国界 例如 向越南学龄儿童提供交通安全基金 为澳大利亚癌症研究 及菲律宾面谈儿童整形手术 提供费用等 菲尼说 人们习惯于赚钱 成为富人 对大多数人都很有吸引力 我并不是要去告诉人们 应当做什么 我只是相信 如果人们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捐助 他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 据说很多亿万富翁 如比尔盖茨 巴菲特等人 都将他是做慈善方面的榜样 可以说 查克 菲尼是富人们 学习如何做慈善事业的好老师 目前 查克 菲尼还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在2016年前 捐光剩下的40亿美元 现在 这笔钱正以每年超过4亿美元 那速度流向世界各地需要的地方 在菲尼看来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 因此 捐助不得有半点而延误 他笑着说 这钱要是不能花掉 我死了都不能瞑目 查克 菲尼为富豪们树立榜样 享受生活的同时做出馈赠 据说 比尔盖茨和沃伦 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 并以付诸行动 媒体追问查克 菲尼 为何非要圈的一前二景 他的回答很简单 因为 天堂里不需要用道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